這首歌絕對是五月天首唱 因為你知道其實啊 這首歌跟你們的緣分 就是我拍了這首歌的MV嘛 就是終於結束的起點我沒唱 終於結束的起點我沒唱 我拍了你們的MV 但是我們有一首歌你沒唱 但你也拍了我們的MV 大家想要還原一下嗎 那個MV有一個非常經典的畫面 就是男女主角 在最後的時候 關鍵時刻 我們的哄哄大大 塞下她的眼鏡 然後 就跟Sarina親下去了 今天大家想要看 這個畫面的重現嗎 我可以重現它嗎 等一下 我忘記 怎麼樣 我好像也結婚了 對啊 我剛才就想問 你可以嗎 我可以 你可以嗎 那既然這樣我也不能處理你 是 我們只能點歌迷啦 對啦 那個Ella剛才講的是真的 真的 所以可以親是不是 不是 我想說 你很大方耶 不是 可以嗎 你真的很難把它凹到正常的地方去 對啊 說了今天呢 要給大家一些特別的嘛 是嗎 除了點歌之外 還有特別的喔 現在我們準備好了沒 在這起點 其實沒有走遠 其實不願告別 其實我心中 依然想念 擁抱著遺憾 碎碎念念 只要在今天 終於不會再告別昨天 燈上明天 燈上明天 不動不敬戀 的明天 我們掌聲歡迎 Ella 陳夏華 哈囉 哈囉 嗨 吳怨天 嗨 現場所有武漢的歌迷朋友們 你們好嗎 那個Ella 今天已經來到武漢了 是 那我想問你喔 你明天要做什麼 我明天要開個人音樂會 耶 你首歌 絕對是 五月天首唱 因為你知道 其實啊 這首歌跟你們的緣分 就是我拍了這首歌的MV嘛 對不對 對啊 等一下 你哪一首歌你自己沒拍MV的 不是 這首歌我沒唱啊 就是終於結束的起點 我沒唱 終於結束的起點 我拍了你們的MV 對 但是我們有一首歌 你沒唱 但你也拍了我們的MV 大家 大家想要還原一下嗎 那個MV有一個非常經典的畫面 就是 男女主角 在最後的時候 關鍵時刻 我們的哄哄大大 塞下她的眼鏡 然後 就跟Sarina親下去了 今天大家 想要看這個畫面的重現嗎 我可以重現它嗎 我可以重現它 這裡面全部都結婚了 只有你我可以處理 等一下 我放棄 怎麼樣 我好像也結婚了 對啊 我剛才就想問 你可以嗎 我可以 你可以嗎 那既然這樣 我也不能處理你 是 我們只能點歌迷啦 等一下 我是不是很會玩 對 你超會玩的 很可怕 好 那要拍經典畫面嗎 我們先拍一張那個 紀念的照片好不好 先拍一張紀念照片 我們往前 免得忘記Ella有來過 對啦 那個Ella剛才講的是真的 真的 所以可以親是不是 不是 哇 我想說 你很大方耶 不是 可以嗎 你真的很難把它 凹到正常的地方去 不是 我在講說 我們那個合作 其實 五月天跟SHE 其實合作的方式很奇怪 很多很緊密好不好 對很奇怪 就是 例如說 剛剛Ella講的嘛 就是 我們的歌找Ella來拍MV 然後SHE的歌 然後 找我去拍MV 對 而且那首歌 也不是你寫的歌 也不是你寫的詞 而且我還不會唱 對 對 但是只是因為用了你們的名字 對不對 對呀 很好玩 然後呢 可是其實呢 喜歡五月天 應該也都很喜歡SHE吧 對不對 畢竟我們同一個年代的 沒有啦 我們可能略小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比較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先出道我才出道的 因為我們5525呢 是25週年的演唱會 我們是23週年 對 在9月 11號 就是SHE的 全傳23年的演唱會 沒有啦 你在那邊亂講 我很想看你們合體啦 雖然說 未來不一定能期待到 但是我們在心中 總是可以去幻想嘛 對 我覺得有心有願就能實現 我們來向宇宙許願 有一天如果你們就是真的 在一起出現在舞台上 我們再來重現那個經典畫面 你是說你要在舞台上 跟Selina親下去 她可以我就可以借位 借位 誰要跟你借位 好啦 但我必須得說一下 我說真心話 我如果沒有因為五月天 我沒有辦法進這個圈子 我是真的 真的嗎 因為當初公司在辦比賽的時候 有三個賽程 有初賽 復賽跟決賽 我初賽唱的第一首歌 就是你們的溫柔 我因為這一首歌 所以我被選進了那個比賽裡頭 我才能夠一路走到今天 所以是因為歌的關係 不是你的歌喉的關係 當然也有 開玩笑的 那因為那時候我也是五月天的歌迷 所以非常喜歡溫柔這一首歌 然後唱了以後就覺得 自己非常幸運可以被選中這樣子 太好了 場面話講完了 你還有 我跟你講 場面話講完了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各位 你們以為Ella會就這樣放過哄哄 哄哄嗎 我下午刷微博的時候 有人說 交代我說 一定要摸你的腹肌 等一下 你們確定我有腹肌嗎 可以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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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虹虹很可愛 他看看要稍微縮小腹一下 好緊張喔 唉唷 好啦 但你非常的勇敢跟大方 你願意這樣解開扣子 讓我處理你 這還好啦 我可以幫你扣回去 好 謝謝